这是八分钟前的画面 这是八分钟前的画面 手机定位呢 等等 这是南城环路优惠路口 马上掉画面 你怎么回事 喂 安静 目标刚过南城环路优惠路口 向南方向走 收到 正在追踪 现在全让你套了 你说这个写举报信的人 会不会有问题 你去刹车啊 你吓死我了 你到底会不会开车啊 有没有人管啊 这马都杀手啊你 喂 安静 目标已经到了领阳路 刚才差点和对象车辆上撞 现在往东去了 往东去 飞机场跟火车站 不是都在西边吗 他去东边干什么 没事你别 我跟你说 他在这里 没有什么 那个 这么多 一个 要是 或是 我 有 去 那 有 我 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长安 你在哪儿 你说话呀 你别吓我 我在 那个举报信 历史家的 我知道 我知道 长安 你 这是有人陷害我 霉霉 你得相信我 我当然相信你 我知道你肯定 不会做这种事 我现在说什么 我自己也说 我不做了 我什么事 你不做了 我自己来 我自己来 你不做了 我自己来 没有 我 长安 我在公司等着你 好吗 长安 说话 我在公司等着你 你赶紧过来 好 好 我知道了 听苗霏这意思 她好像真的不知道事情 这也说不好 走 喂 她跟苗霏通了电话 现在车辆刚进入鼎华停车厂 他们俩要见面 我们这边 估计还得十分钟 这么久 刚才车祸把路堵死了 我们现在换了条路 一定要尽快 不能给他们穿工的时间 明白 咱们尽快 他车呢 应该是停在了监控死角 盯住所有的出入口 任何车辆进入都要进入 好 苗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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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举报信 出去 我去哪儿 能不能确定具体位置 定位没那么精准 大概在A区和B区的交界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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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会得到 尽量局部位 你点快 尽量局部位 是 不得了 路红 换警局很五 不得了 所有人都要 还'T 尽量局部位 可也能不得了 我扑得了 他扑得了 卖的 从小太阳 二对 携了 回家 Savoy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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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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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 观看看 观看 观看看 观看 观看 观看看 观看看 观看 geben 你以后不要再联系我 姚花洋 对 他怀疑我杀了贾长安 他怀疑错了吗 这件事情不是我做的 跟我没关系 本来我以为只是销毁证据 没想到你下属这么狠 说实话这件事情处理成这样 我也没想到 杰弗里的人这么快得手了 说明他们早有准备 换句话说 杰弗里根本就不相信我 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不好办 我们接下来 必须尽快找到新的公民商 恢复公益 这不可能 我想撤出去 别说傻话了 你走了我怎么办 你得留下来帮我 要是我非得走呢 你是不是把我也处理了 别忘了 就是因为保护你 加上你才必须死 可说我留下来有什么用吗 可说我留下来有什么用吗 苗霏啊 你的好闺蜜 你又在她身边 迟早有大用处 真是因为我跟她是闺蜜 现在她老公死了 我是不是还得去陪着她 陪她去参加葬礼 万一漏笑了怎么办 我相信你 你是专业的吗 还有件事 找个机会 把贾长安 办公室的摄像头处理一下 苗焕阳当天出门的时间 是十一点二十四分 而贾长安出事的时候 是十点半左右 苗焕阳没有做完时间 苗霏这边也一样 但这不代表 她不能买凶杀人啊 确实有这种可能 但是也别进入思维部会了 喂 你好 你好 是马尚先生吗 对 我是马尚 我是鼎华行政部的 周一上午十点过来面试 周一上午十点 好的好的 谢谢 谁啊 鼎华 通知我 周一去面试 出了这么大的事 我以为你面试的事 得缓缓呢 正常 这么大个集团 不得照常运转 那要不你先回去准备准备 开什么玩笑 哥们这专业素质 还需要准备 你就吹吧 可劲吹 来 我跟你说正事啊 贾禅上次播出的 那个陌生号吧 给我接着查 别透懒 没问题 那你呢 我出去一趟 刚才谁说不用准备 在这闭门造车 也没什么头绪 我得去趟现场 可真吹吧 你帮我 时差是在十三分三十七秒 在此期间是没有车辆 和人员紧出的 他想自杀在哪儿都可以 为何偏偏要选在 鼎华停车库的监控死角 公安那边的检验报告出来了 这辆车刚买了不久 从车中提取到的指纹毛发等等 要不属于假障碍 要不属于人员紧 是苗霏 没找到其他指向性的证据 宋军 后备箱查了吗 查了 没发现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一个村民 女性二十三岁 是个韦石名号码 是个死胡同 马尚 你刚刚提到车的后备箱 是你有线索了吗 我现在没有任何证据 也谈不上什么线索 但是我可以说下我的推断 我认为凶手应该事先 就已经躲进了 贾查安的后备箱里面 不会吧 你这脑洞太大了点了 是这样的 我昨天去了一趟案发现场 仔细地勘察了 当时所有的监控设备 大致推断出了 那个监控死角的面积 所以我得出了第一条结论 没有人能在不被拍到的情况下 追着贾查安 进入事发地点 我明白了 贾查安呢 是在苗霏的再三要求下 才答应去鼎华跟他见面的 这完全是属于突发事件 而且贾查安不是鼎华的员工 他没有固定车位 所以他甚至停在哪儿 都是随机的 完全正确 这就是我推出的第二条信息 凶手不可能事先就藏在案发地点 所以 他极有可能在后备箱里面 等待时机晨熟 再下手 可后备箱里 不是没有查到任何痕迹吗 这是技术问题 不是没有可能 而且我设想过凶手行凶的画面 很难在不发声打斗的情况下 致贾查安 吓我一跳 所以我认为 凶手使用了药物 是有可能 这贾查安又不是三岁小孩 有人靠近他肯定会有反应 贾查安从车上下来 存在视觉盲区 凶手完全有机会 而且 贾查安在这个过程里面 没有反抗 说明还有一种可能性 熟人做案 熟人做案 你们的推测还差一个解释 凶手怎么离开 只要他走出监控忙区 就一定会被拍到 李法医打来电话了 喂 李医生 我们现在正在开会 宋局也在 好 那我现在开开免提 你跟大家说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这种药物应该不存在吧 确实存在 但是很难弄的 你是不是想问 这种药物应该不存在吧 但我是怎么知道的 给你看这个 这是你那个推断的 最后一个环节 就是凶手如何离开的 这个我早就想过了 凶手应该是利用 旁边那辆车离开现场 但是很不巧 这辆车已经不在了 我昨天检查过了 没发现 你有没有想过 你的推理可能漏了一种 可能性 我赶去找贾长安的时候呢 凶手就藏在旁边 那辆车的后备箱里 直到警察后来过来取证 运走了尸体 拖走了车辆 凶手都一直在后备箱里 听着外面的动静 直到后来现场解除了封锁 围观的人都散了 凶手还从后备箱里爬出来 利用那块监控拍不到的盲区 好 谢谢 谢谢 我 但是现在事态升级了 我们都没有想到 对方为了达到目的 竟然会去杀人 既然这个凶手就在鼎房 我就更应该去杀 我就更应该去杀 但是现在事态升级了 所以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万一你暴露了身份 他的目标就会变成你 我进国安的时候 就已经想好了 你能不能想清楚再回答 没事的 这不有你在的吗 你照着我 你身手这么好 对不对 我觉得你也别太见外了 上面把你派到双清来 我还真能让你有什么三长两短 放心吧 你周一念事 祝你一切顺利 往这里走 再下去 然后往这里 往这里走 再下去 然后往这里 来 妈 你说你这孩子你可吓死我了你 你什么是回来的呀 我昨天晚上就回来了 你这准备面试呢 一宿没睡 没有 我刚起来 那你得先洗漱收拾好了再说 妈 您不用替我收拾 我自己来 我自己来 我可以 你自己来啊 那 那行 那妈给你做早饭去啊 你快点啊 妈 今天早上吃什么呀 都是你爱吃的 吃饭喽 吃饭了 你去买了 什么呀 对呀 我是来的 你开饭了 你叫早饭了 你去买了 你去买了 喝了 你去买了 你去买了 竞答还要给你买了 网上发了一封举报信 说他走私国家稀有矿石资源 还说可能是尾罪自杀 那 那是 小居子今天面试那怎么办呢 会不会受影响啊 你这都说什么呢 就是 人家苗总家出了这么大的事 那有没有良心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苗总他们家出了这么大的事 小居子又是他给介绍进去的 我怕他会受牵连 妈 不至于 影响多了 吃饭吧 就是 两码事 那尽想操心 您好 您好 请问您有什么事吗 我叫马尚 我是来应聘的 好的 稍等啊 马先生 您从这边电梯上去 直接到三十七楼 会有人接待您 谢谢 您是马尚先生吧 对 我是 好的 请跟我来 谢谢 马尚先生 这边请 马先生 您到你们等候就可以了 接下来的事情还会带人来通知你们 好的 谢谢 您到你们等候就可以了 来 来 请坐 来 请坐 好 来 请坐 你好 我叫杨迅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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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谢谢啊 我叫马尚 你以前在哪个公司工作 我以前就是在北京 干猎头工作的 我猎头来应聘人是总监 有点意思啊 你呢 我就在鼎华工作 担任行政管理中心总监特助 听说这新成立的人事部 就是从行政中心分出来的 没错 你这消息挺灵通啊 那我们这些人 不都是你的陪衬啊 这话绝不能这么说 咱们鼎华绝不像这一头 都是谁有能力谁上 既然这次是公开招聘 那大家的机会都是均等的 我呢 顶多就是占了点脸收的便宜 算不上什么 你就别情绪了 我现在 我得随时做好 拼不上了心理准备 还得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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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得努力